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汪哥 咱们今天来看一部国产灵异故事 探灵档案 话说这个城市中央有一个港湾大厦 午夜从这里穿过的人就会看到奇奇怪怪的东西 所以经常有寻找刺激的小年轻去那里 小吴就因为去了那里后开始看到奇怪的东西 明明只有四个人他却看到五个影子 还看见自己已经嗝皮了很久的爸爸 于是他找到盲点侦探小陈 但小陈根本不相信他说的 他只好死缠烂打的给小陈讲故事 终于引起了小陈的好奇 小陈就查呀查啊朝到了港湾大厦 有篇报道说港湾大厦的几个老板都自杀了 在午夜区那里的人都会被他们选中 选中的人最后就会嗝皮 说的这么玄乎那就去看看呗 但是他夜访港湾大厦好几回了 也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 但很快他自己也开始遇到奇奇怪怪的东西 无论什么东西上总会出现一排血字 在自己家还看到一个小孩 经常被小孩拿着铁链殴打 查看监控时却发现监控坏掉了 同一时间开火锅店的老板大胖 也遇到了诡异的事 他自己调制的火锅秘方让生意非常红火 但他经常会在桌子上看到一个婴儿 熬汤时婴儿也会突然从汤锅里爬出来 这边两个案子还没解决呢 一个小学教师潘老师也找上门来 潘老师常常被一个陌生男人 站在教室外盯着看 演讲时还被那个陌生男人冲上台 拿棍子殴打 让他在全校师生面前出丑 最后一个找上小陈的 就是花心爱调男人的报社记者金小姐 他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奇怪的男人 男人打电话说要强奸自己外遇的女友 结果金记者就在家里看到自己被人强奸了 每当他甩掉一个男人 就会有无数个男人追上来 向他要电话号码 在小陈的调查下发现几个人全去过港湾大厦 而那篇关于港湾大厦的报道就是金记者写的 金记者说自己都是从网上看来的 听到这里小陈开始入有所思 他拿着磁场针去港湾广场一查 原来是因为港湾广场新盖的电塔升了磁场阵 再加上晚上潮湿的空气 让港湾大厦形成一个天然的幻觉武器 所以他们几个人看到的都是幻象 原来小吴之所以会看到爸爸 是因为小时候看到过爸妈吵架 之后不久爸爸就去世了 潘老师是因为以前看不起班上的一个岔生 常常在全班面前批评打骂那个学生 卖火锅的大胖是因为之前在调制火锅秘方时 在秘方里加了有毒的添加剂 导致很多孕妇吃了火锅后流产 金记者则是因为背叛了自己的前男友 还写报道害对方进了监狱 而一直纠缠小陈的那个孩子 竟然是小吴的小时候 原来小吴的爸爸是港湾广场的第一任老板 因为上市机密泄露而跳楼自杀 而那个泄露他们机密的人就是小陈 小陈为了赎罪去到港湾大厦 小吴赶紧召集了其他几个人想办法 这才发现几个人互相都认识 原来小吴是潘老师的学生 潘老师是金记者前男友的哥哥 而金记者就是报道大胖家火锅有问题的人 就在几人纠缠不清时小陈爬上了大厦 还看见了小吴爸爸的幻想 他因为对小吴的愧疚想要跳楼 最后小陈的好机友拔掉了电塔的线 幻想消失小陈也成功得救 所以说呀 世上所有的鬼都是来自人们的内心 好了 喜欢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